同样在今晚登场的还包括红茂桥的选区竞选广播 在这个五人集选区首途的人民行动党 以及前来挑战的革新党 在演说辞中不约而同提到了冠病疫情下 红茂桥选民尤其是年长一辈面对的困境 也是红茂桥集选区候选人的李显龙总理 强调在疫情中协助国人应付生活开销 以及尽量保住工作的重要性 并透露区内的靖山俱乐部将设有协助居民寻找工作的职业中心 在红茂桥许多居民是乐龄人士 所以我们更要加强防疫工作 尽力保护我们的年长居民 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重点 是维持经济的发展 保住人民的饭碗 革新党候选人杨耀辉则抨击政府 没有真正照顾到年长一辈的需求 他指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引入科技 牺牲年长一辈的工作机会 让一些年长者不得不从事艰辛工作维持生机 做那些停车场服务人员 清理人员 甚至我们亲眼看到了很多次 他们70、80岁还是要去捡垃圾 捡卡坡 捡那些水的铁罐 到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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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些 国内的决定